今天台上锅贴滋滋作响 老板每隔几秒钟就测试熟度 六七分钟后一整串锅贴端上桌 新鲜猪肉加上韭菜高丽菜锅贴频速内软 让人口水直流 有时候十点之后 就还是会有人来问一下 同一条街另一间面店也是当地知名美食 新鲜面粉加水揉成面团 手工刀消息引掏客上门 跟我们吃的那种普通做面的感觉不一样 它比较厚 比较扎实 它应该是红烧的时候有点微辣 但还不错 这间刀消面开业21年 老板每天卖出300到500碗面条 汤头加上红萝卜 木耳 笋子 鲍鱼菇 成了新北环状馅人气美食 我吃道路面的有吃了二十几年的还在吃 应该进来早吃的会更多 从捷运幸福路站二号出口走出来 过了这个十字路口后 来到下一个路口后右转 可以看到很多的美食 因为那里就是知名的宵夜一条街 走出幸福站不用十分钟 来到长约一百公尺的福寿街 爆花人气 鸡排店 火锅店 锅贴 甚至想吃沙威马店店味应有尽有 老板忙碌的手没停过 后面民众大排长龙 都是要排队 本门都排多久 排...应该要十几分钟吧 鸡胸肉烧烤半小时 加上高丽菜洋葱 美乃滋番茄酱 再拿去烤一会儿 不用一分钟 就能吃到热腾腾的沙威马 当然对我们这里交通 粗解是非常好的事情 那会有更多的通勤族 经过我们的扶售街 还不错的选择 新北环状县31号正式通车 带来人潮也带动店家买气 接下来我们也想与新北市采访播导